南开大学某教授博岛发表惊人言论 号召大家拥护祖宗领袖 在他眼里萨达姆也算是人民领袖 如果这段话是普通人所言那也不奇怪 但南开大学是中国顶尖学府 无数学子梦想的知识殿堂 一个博岛教授竟然输出这样的价值观 不得不令人担忧当今大学的教育水平 祖宗很模糊的词 爷爷奶奶的父母以上辈分都可以称为祖宗 历史上的好人坏人 善人恶人 中人奸人 都是我们曾经的祖宗 我们不分黑白的拥护祖宗 那些邪恶的也一并拥护吗 领袖 更加模糊的词 历史上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位君王 都可以称为当时中华民族的领袖 事实上很多前朝领袖 都是由后朝的领袖领导推翻的 请问这位教授 你维护的领袖是前朝还是本朝 还是未来的 如果你维护的领袖是你祖宗或其他领袖反对的 那该怎么办 作为顶尖大学社会科学的教授 博导是无数大学生崇拜与学习的对象 本应该研究与传播哲学的思辨 逻辑学的推理 地史学的真相 提升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平 但我们的学者如此堕落 不去谈这些社会科学的精髓 反而又把父父子子 均均沉沉的那一套东西搬出来 这难道就是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吗 这几年来 各大名校雷人雷语评出 教授 博导 专家 都曾是普通人眼中的圣贤 这些头衔正以惊人的速度贬值 希望高校里面真正的学者 勇于发声 传播有价值的社会科学成果 关注罗小益 我们一起透过现象看本质 大家好 2023年的5月6号 看那个视频了吧 那是一个国内的一个主播小姑娘 透过现象看本质 这不是严小坏儿吗 大家能在油管上 就可以关注那个姑娘叫严小坏儿 也是台湾的一个小姑娘 现在在国外 她的东西做的特别好 这个姑娘我不认识啊 但我觉得她说的特别好 当然这个姑娘 我一看她眼神 我知道她在读 但是读呢 这个脚本不知道是不是她写的 像严小坏儿那个呢 是她自己写的 所以我觉得特别喜欢 如果这女孩 她所说的东西都是她自己写的 那我也一定会关注这个女孩 好了 这个女孩说的奇善红 那我呢 正面找出来了 就是这个 这几个视频我都找出来了 是原来找出来的 我本身就对她很厌恶 这人呢 是二三月份刚蹦出来的 就像2020年 蹦出个傻逼李毅来似的 这个奇善红呢 蹦出来之后呢 他跟李毅走的那个路线都不一样 李毅就是傻大粗 你这大老逼一个 奇善红呢 是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 走的高端路线 他做了很多视频 我看了看啊 有三分之一的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另三分之一呢 魔能两可 剩下那三分之一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所以我对他呢 不会像李毅啊 金散荣那么骂 但是这个奇善红老师呢 我觉得他有点装逼 他装的同时呢 很多东西 他在误导大家 我说那个三分之一啊 在误导大家 我很多视频 我找的找 有的他给下架了 有的他给屏蔽了 那么大家只能看 你看啊 我现在找这三段 第一个 咱们看这个啊 真正能打的太极 普通人看不懂 大家看见了吧 好 我点开 看见没有 写着 因作者设置隐私 你无法查看了 这个我已经看了 所以待会我就说这事 第二大家看这个 日本这个民族 算是没救了 打开 也隐私了 因为这个奇善红老师 知道自己他妈说错话了 胡说八道 给设置隐私了 第三个 不是因为 不要因为跳狼小丑 不要因为跳了相手 而对中国太极失望 也设置隐私了 这为什么呀 被人骂死了 这他妈三年疫情 大家都是傻子吗 很多人都开眼了 我先跟他说啊 头一个就是 这个奇善红啊 他说这日本 这个民族没救了 我看了 头先他说 这个日本这个民族 非常的伪 非常的假 完了之后呢 认人为爹 谁流逼 他就认谁当爹 原来被 上咱们清朝当爹 向明朝认爹 之后呢 认美国当爹 认那个德国当爹 哲纳的 他说 大家不要那个 对这个日本这个民族 抱有侥幸心里头 日本这个民族是太坏了 早晚还要跟我们有一战 这个那说了很多 我今天我就表示 我就先说 咱们我是在中国国内 操他妈 我不想多骂你 欺赏红 那个老逼 我就直接说 你呀 现在直接是他妈的 就在我这里头 我们中国里头 你呀也他妈的 属于卖国贼了 你为什么呀 你不支持我们政府的 现在中国政府 跟那个日本属于 友好的正常邦交国家 从毛主席 从周恩来 都已经友好邦交了 是吧 这么一届届的主席到现在 没有一个说 跟日本要打仗的吧 没有一个 把他妈大致馆给撤了吧 对吧 从你家里操心 你他们的一个 就是哈康康的 我们要恨的是 日本的军国主义 到现在 我们也要 时刻警惕着 日本的军国主义 但是目前的 日本的人民和日本政府 跟中国是友好的 你不能 你为了一个 日本军国主义 而且你没有提 你把整个日本民族 日本人民给骂了 这是不对的 要像你这么说的话 元朝 咱们是不是对蒙古人 都应该有深仇大恨啊 因为元朝灭了整个亚洲 把他们中国全给灭了 汉族都没多少人了 咱们是不是应该 现在也去蒙古族 烧杀强烈去啊 对吗 所以 其实在乎你 你的这个言论 就是特别傻逼 所以他这个日本言论呢 至今不敢打开 为什么很多人骂 之后他又说 认祖宗 认祖宗这事 太可笑了 这个我就不说了 这个姑娘已经说了 对吧 最后两点 不知道他为什么 这傻逼啊 一直啊 就为太极拳推脱 那压一定是他妈的 一定是他妈的 收了什么钱 或者压也练 首先我在这 我再表明一下 我徐耀东骂太极 我徐耀东认为 太极拳对于修身养性来说 是可以的 就像大家信佛 信道教 你他妈的 这是你自怨 无所谓 但是你不能拿太极出来 坑蒙铠片 胡说八道 我打的是这样的人 但是这个齐扇红 说太极的事 我也看了 啊 我跟大家说一下 他说呢 不要因为一个太极 一两个骗子 而否定所有太极大师 你们没见过 真正的太极大师 有多厉害 我见过啊 我怎么着 我亲眼所见 这是齐扇红说的 那么说到这儿 我徐耀东 大家把这个视频 带给这个齐扇红啊 我不认为他配当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 我根本就不认为 我觉得他他妈的 在他的眼 我觉得他的学识 我不敢多说多厉害 但是对太极拳和某些人性的认知来说 呀他妈连一个高中生都不配 比如说要永远的什么拍领袖马屁去你妈的 要永远的符合祖宗配去你妈的 什么玩意儿啊 咱们继续 齐扇红说太极的事 说 你没见过太极拳 太极拳打的好的有的是 我亲眼所见 这个那个了 说你们判的都是那些骗子 是极少数的 那我跟你齐扇红说 大家挺轻 我打的太极 这个骗子 告我我他妈认了 我到现在就是 我一要打假打 啊 一定打假他 河南 太极 陈小旺 河南的王战军 王战海 上来就 尤其是王战海上来就侮辱我 骂我 完了挑战我 我答应了 他现在也不敢打了 他的学生 他的学生 他派他的学生来挑战我 最后他的学生他们挑战着我 我说行 我跟你学生打 打完之后打你王战海 他一听他也不敢打了 王战海从17年跳梁小丑 一直到现在 依然是那么虚假 完了之后靠着抖音的武林 抖音的视频来出自己的名气 真他妈给太极丢人 你们要是太极大师 你们要是太极的人 你们第一个应该把 王战海直接开除叫太极协会 太恶心了 南极军 王战军 王战海 紧接着 这是河南的 完了 樊帅新 什么我是世界太极拳冠军 他确实是 之后呢 在温县那开赌场 完了还绑架 最后现在被政府抓起来了 判刑了 这就是太极拳看的事 这就是太极拳看的事 紧接着我说了 15号去 14号我去重庆 完了时候 16号我去四川嘛 我去四川 你看我17年去四川的时候 去四川的阳市推手的掌门人会长 我想叫他妈什么来着 陆行 那个多音次叫陆航 打电话说 徐晓冬 我请你来 大家比我 我给你1000万 我说行啊 啊我给你1000万 大家比啊 完了这这那 我说太好了 我又叼去了吧 他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在哪 我现在又去 他说我给你开玩笑的 你也信 这他妈就是太极 太极阳推手 四川的 紧接着四川的 那叫什么来着 黎光晋 陈氏太极将 黎光晋 我要代表太极 代表传统武术 收拾你 徐晓冬 我要干你 徐晓冬 我立马打过电话去 当时 呃 四川的 那个马玉为 四川的 一禅道馆的馆长 马玉为 就在我旁边 我们俩在北京 十二海 吃山羊肉呢 我给黎光晋打电话 我说行啊 你挑战我是吧 李老师 那咱俩约吧 可以打 你知道黎光晋说什么吗 啊 黎光晋 说徐晓冬 我要跟你打 可以 咱俩要谈一谈 呃 收入 咱俩看一谈 出场费的问题 咱俩谈一谈 转播费的问题 咱俩谈一谈 门票的问题 我咱俩是个比个五 怎么我也不找外人 就咱俩在你的 在你的管理比五 我用得着门票吗 那那不行 我们这要挣钱呢 你要不这样 我不跟你也得比 我说那你网上 谈谈正正的说 你为了中国传统武术 弘扬 这那的跟我比 怎么不比了 黎光晋说 我是那么说的 骗子呀 河北的 咱们不都说了 延方不用说了吧 河北省啊 太极协会的 副会副主席呀 就干这个 一女的坑蒙拐骗 一抖一帮人 都飞出去了 我还用发视频吗 不用发这视频吧 大家人人皆知吧 接着你看河北 还有什么 那叫苏建平 对吧 苏建平 完了之后 为了 你为了跟一个澳大利亚女 结婚 抛弃弃子 完了变成了澳大利亚籍 苏建平 也是 坑我 害我 派一帮人 在北京望京 第一时间底下等着我 第一时间大厦 我出来 那七八个人就围着我 我说了苏建平 我操你姥姥 这个深仇大恨 我必须记着 你知道吗 你娘早晚不得好死 我早晚逮着你 这就是太极啊 陈氏太极拳 苏建平他们干的事 你们知道吗 有多他妈的坏 完了紧接着 还有好多呢 比如说北京的雷雷 我就不说了吧 雷公太极 在四川 磕门拐骗 雷雷 雷大师 这这还有吗 还有那个 那什么那些 天津的大盗谷太极 王振领 大盗谷太极 整间挑战 我挑战我这那的 我要约好了 在这边比 得不让我比 给我气得够像 后来他跟 在大马路上 跟一小伙子比 完了不比了 不跟小伙子玩了 说我打着你了 我赢了啊 就跑了 你们看这些视频 上海的 上海的朱立饶 都看了吧 朱立劳说挑战我 说朱晓东 我保证不打死你 你就跟我打吧 你放心 保证不打死你 这是他说的话 完了他在北京 北京牛栏山温泉镇 那做培训 我朱晓东立马就去了 我做直播我就去了 我说我来了 朱立劳 老师大家比吧 朱立劳说 这个我不跟你比的了 我不跟你比的了 我年纪才跟你比的了 哎呦 烦死我了 我到了上海 你看朱立劳 现在说话吗 不说话了吧 也不比了吧 这就是台译大师啊 马保国更别说了吧 马保国更别说了吧 河南的 马保国在上海 啊 朱立劳你侮辱 这侮辱大伙 跟你打 我去了 现场 他妈的关灯 报警 给我他们带走了 这就是他们的 这就是你们太极拳 这个齐山红 你这个 你还博士生导师呢 我遇到的 这些太极 难道王湛军 王湛海 这帮人 还有陈小白 这帮人不是什么的 有名的 范川熙不是太极拳冠军吗 这不都是大师吗 你遇到哪个大师了 把你吓成这样了 啊 齐山红 这叫齐山红吗 别骂多人啊 齐山红 这南京博士生导师 你他妈的 干什么职业 你他的师教你的学生 他干什么职业 别这整天胡说八道 你他妈懂太极吗 你懂武术吗 你他妈知道什么呀 我学校东全国各地的跑 我跟他 我八八八口说那么多 陈大师害我的 跟我比的 跟我闹的 你他妈哪个 你见到哪个了 你告诉我 你见到哪个牛逼的大师了 哎呀 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说 现在齐山红一出来 很多人都不喜欢了 都骂的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是有道理的 虽然说 他不像李毅那么傻大粗 爱所有人骂 但是这个齐山红呢 是包装成一个伟大师 伟的这个博士生导师之后呢 阴阳快切的说话 我说了 他说的 比如说是三十个视频 有十个是可以的 我认可的 有十个是模棱两可的 有十个我极度不认可的 他评价美国呀 评价日本呀 评价各个 还有什么 给老百姓洗脑 要认我们的祖宗 我们祖宗永远都正确的 我操你姥姥 你祖宗是他妈的 他妈山井洞人钻地取火的 你呀 咱们现在光了屁股取火吗 就齐山红一样 那他妈的很多话吧 他就是带偏老百姓 他洗脑来百姓 带偏老百姓 特别恶心 齐山红想当当代的孔子 我呸你当个屁 所以齐山红这事呢 我就是大致的了解 因为有视频为证 而且他现在视频还有 大家可以看去 我骂他那几个 他他这个拍太极马屁的 现在他自己给给屏蔽了 他骂日本的 他给屏蔽了 还有剩下还有一些 留着了 大家仔细去看一看 当然我再说一遍 我这人就是比较公允 不胡说八道 不完全否定他 他三十个视频 有十个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就他的学术 某某的学术是可以的 另外十个 是魔能两可的 他臭吹他自己惊讶 我也省过犯人 原来我也是个哪 你家是谁啊 完了说这个东西呢 就梧桐查证 我孝东也不说什么 剩下百分之十 就胡说八道的 我们要忠于我们的祖宗吧 曹他妈的 我们要弄死日本 太极这个是美国吧 什么的 太极是伟大的 太极有牛逼的人 你们都不知道 屈你打了 所以说很多视频 我就不骂你 我就拿太极拳 我就没说这事来骂你 你他妈的 中国没有比我更他妈的 见识各种各样 太极拳的人了 各种各样 武士太极 第八代船人陈勇 还号称是 他们深圳 特性总队的总教官的 你们也看见了 我他妈就四秒钟 给他打窝那了 丢不丢人呢 还跟我聊什么呀 你说七扇红 你再给我找 七扇红 你牛逼你找 牛逼的武林 太极宗师 大师 别管多大岁数 我许晓东立马就去 你不是见过牛逼的吗 我你们不知道 我见过太极牛的 哎呀 这伸手的人飞出去了 这个墙又倒了 这真大 齐晓东 你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我许晓东定性 你就是伪的国学大师 你一定是伪的国学大师 从这点我就信 我不怕有任何人来给我指证 齐晓东 我巴不得你赶快过来指证了我 我巴不得他妈给你说死 就不能胡说八道 你呀 你真的给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丢人 博士生导师了 都什么档次了 啊 都是我们抬头看的人 你居然说出这种话 你他妈太丢人了 我不敢说你连小学生都不如 你呀 起码连高中生都不如 知道吗 高中生都不如 你懂什么 他妈爱的 不说你了 大家自己去看看那视频 操他妈的忘了加广告了 气死我了 不好意思啊 MAT出新的了 这个烟蛋是国标的 烟嘴是五种口味 包括大家喜欢的绿豆西瓜都回来了 而且这个烟嘴是送的 是送的 大家可以看看广告 大家好 我徐晓东 MAT新的国标版 现在新出的果味的烟嘴 有龙井的西瓜的绿豆的薄荷等等 原来老的MAT的味道 现在都回来了 味道跟原来一样 这边MAT一直做的 3.0和4.0版本的鞋 我推荐 质量好 价格便宜 关键是非常舒服 适合所有老年人用 和孩子们 请大家读买 跟大家 跟大家那个交流点事吧 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发这个腾讯啊 这个微信啊 我发的一些消息啊 就是比如说去 走马观花呀 一些评论 一些好看风景什么的 我发的有 有十个吧 有五个 发出去没人看 后来我一查 我用别的号一查 没发出去 被他们屏蔽了 而且我问了好几个朋友 朋友们都说 他们也是 发这个微信的一些 不是 我再说一遍 没有敏感问题 没有任何敏感问题 比如说像那五四青年节 我说五四青年节了 我说这个真好 这过节了 给大家推荐一个电影 完了之后呢 是韩国的电影 出车司机是吧 我推荐 诶 我发出去之后 也就在网上待了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 我再一看 没了 大家要跟大家说啊 现在腾讯不对劲 大家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你们看了 好多你们发送东西 很多人没有点赞 没有什么的 因为你们发出去 都被腾讯给屏蔽了 被屏蔽了 就是你们发出去 你们感觉发出去的 其实他们给你删了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呢 我最近这两三个月了 我试了很多次 我发了各种各样东西 再说一遍 东哥你肯定发敏感的了 东哥你肯定发敏感的了 或者是这那了 我没有 操他姥姥的个球 我没有 你看五四青年节这个 我就是发出去了 没没没没没了 我只找找啊 没了 我特别纳闷的 哎 五月四号 大家看 五月四号 我下午发的 没了 后来就 发一什么 就看 那个老话冲击 一部牛逼的电影 出车司机 再一次 向韩国电影鞠躬 看见没有 看见了吧 就这个出车司机 这图片 就这一个 没了 就这么一个 没了 没了 我发到他们微信 没了 我问了好多朋友 他们都说 东哥也是这样 都没有任何敏感的事 我们也是发这些东西 没有敏感的 突然腾讯 就就跟我们屏蔽了 我们连我们发的人 自己都不知道 发完之后 我们以为很多老百 很多朋友们都能看得见 对吧 他们都看不见 一问 东哥你没发过这个呀 我说我发了 说没有啊 所以说你们知道吗 大家如果遇到这个 赶快投诉投诉 我他妈的现在 马上我要收集证据 我也投诉腾讯 我们没有任何违规 没有任何违规 没有任何违法 你随便的 你删或者是屏蔽一个公民的 他们都东西对吗 不对啊 不对劲 这个 这个大家你们自己 找找朋友们问问吧 最近这几个月 越来越明显 就很多东西发出去 我没人看 再一看 你是发出去了 别的朋友圈 你去别的朋友 微信上看 你发的朋友圈 没有 真事 后面有广告 眼镜 那之后 那个榴莲 还有新出的毛巾 大家看一下 很便宜一百来块钱 新出的那送人的毛巾 棉都非常舒服 那个质量非常好 一百来块钱的毛巾 有套装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毕毕万岁 猫山王顶级的榴莲 特色背包 各种款的眼镜 喝的 还有东哥品牌的衣服 请大家扫码 摇会越来越多